《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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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 我相信有一些人非常有兴趣 是跟鬼有关系的东西 现在这个月也是到处看到人家败鬼 我们真的要从圣经很清楚的认识 这属灵的东西 我们人堕落之后 看不见也不能明白的 就是这属灵的事情 首先 看不见也不能认识的就是这位上帝 另外 看不见也不认识的就是鬼 但是各位要知道 因为我们人的被造 不是单单这个存在体 肉体 不单单是这个 神召我们的时候是有灵的活人 所以即便我们堕落 离开神之后 我们人有一个属灵的存在体 那个属灵的存在体是能够与灵界交通的 所以自然的 我们对属灵的东西是有好奇 有感应 也甚至要追求 所以当人感到有时候不安 惧怕 或是好像最近不对劲 做什么东西都不顺利 生意不顺利 家里常常吵吵闹闹的 不知道什么事情的时候 人领悟不出一个方法 心灵里面就会有一种想到 看不见有超自然的境界的事情 所以你就会看到有一些人在这样的情况 他们就去找有些神灵 买一些佛牌 或者一些符咒来带 或者挂在家里面 对不对 或者有一些去找算命的 算一算 或者有些神童能不能告诉我 究竟有什么事情 是不是碰到什么肮脏的事情 对不对 这是人有被造 有个属灵的本能 虽然看不见神 也看不见鬼 但是单单凭着一个感应 它的一个解释不是跟动物一样的 动物是在坟墓走来走去的 没有一个人 除非他是被鬼扶的 才会在坟墓走来走去 在那边睡觉 人都会惧怕 有一个黑暗的东西 然后向往 越光明的东西 但是什么是黑暗 哪里是黑暗 哪里是光明 他总是搞错的 所以现在这个七月鬼节 华人叫做中元节 我们看到很多人烧香记住 然后我们听到有些人在这个七月鬼节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有些不干净的东西 更加的惧怕了 我的孩子 女儿有一个朋友 他是有这个 据说第三只眼睛 所以他每次跟他说 我看到什么 我的女儿每次说 我才不信 这个东西 回来我跟我女儿说 你为什么不信 圣经没有讲鬼吗 有 到处都是鬼 只是为什么你的朋友能够看得见 他会被干扰 所以这个是你要从圣经很好的认识 然后来跟他讲解 不然的话 你就 没这回事 绝对不是没这回事 对不对 我们都相信撒旦 黑暗的国 他的军队 他的工作 他就安放着的 他的轨迹 欺骗人心的那个事情 特别如果一个活在正常世界的人 他常常动不动 感应到 触摸到 或者看见 听到 是寻常的人 听不见的东西 看不见的 那他是有一点被干扰的情况 所以各位一定明白这些东西 所以 从 其实这个中元节讲回来 其实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都知道这是几千年这个道教 就是传出来 所以 有一天 有一个祭祖的这种信念就是来了 祭拜祖先 从什么 从一个孝道 那孝道了 哎呀 没有办法 孝敬父母 父母离开了 还是继续能够孝顺他们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观念就来了 他就继续祭拜 然后到一个地步 慢慢另外一种思想又出来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地府 所以在有一个月份的时候出来 然后在这个地上走来走去 可能他们找他们所爱的人 亲人 跑回他们的家去的时候 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要给他们吃的 或者怎样的 祭拜他们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从一个信念就是发展 然后人就开始有感应到这样的事情 就开始拜 不管是拜鬼 拜神 或者拜死去的祖先 拜就是了 没有拜就没有平安 但是因为人不认识鬼的真面目 也不认识鬼的真正的工作 他只有求的是一个心理平安 以心安理得为标准 但是他拜了 这些鬼真的离开吗 这些鬼真的是只有七月份才出现吗 对不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原来圣经很清楚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鬼的存在 鬼的特性 还有鬼的工作 首先他是掌控这个世界的 所以叫空中掌权 然后捆绑 又升到这个世界的人的灵魂 他的捆绑 是 终极目的是要 把他们带到永远的地狱 永远的灭亡 对不对 这个邪恶的 鬼的 终极的目的是这个 但是在这个地上 现在暂时性的 他的捆绑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在这个人活着的时候 他的捆绑的重点是只有一个 就是不要让他认识那独一的真神 这个是他的重点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他认识了那位 信从了那位独一的真神的时候 人才会从鬼的手中 完全地得解放 从灵开始 心开始 他的肉身关系 慢慢就会恢复到 神所赐的恩惠里面去 所以各位会知道的 这个鬼 他有一定的一些权柄 有一些一定的 一些神许可的一些特权 他的工作 但是他的 红绑性的工作 我再讲一遍 就是不要让人认识那独一的真神 所以为了这个东西 他会用这个世界上 一切的学说 道理 宗教 环境 一些物质 钱 或者甚至人身上的 有一些疾病 或者人一些的需要 来捆绑人 那有一些人 是你看他专门被一些学说 一些宗教神秘的道理来捆绑 有一个人 他一直做噩梦 梦见他死去的父亲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去找一个和尚 和尚就给他解释 为什么你在这个梦 一直梦到你的父亲出现 因为他在地府很痛苦 没有东西吃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要给他 喂他吃 给他一些食物 对不对 怎么给他吃 他在地府 对不对 当然地府需要的钱 这些烧香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食物 所以他就这样讲了 所以这个人 他得到一个经历 一个梦 那梦是很多的解释 但是这个和尚给他的那个解释 就配合了好像他的梦一样 那所以他得到这个不对的解释 之后 医生就是要 给失去的爸爸要吃饭 所以被这个捆绑 被这个所谓的 他认为的孝心 人认为是好的 对不对 但是孝心来捆绑 也没有问 那真的是这个解释吗 那我梦到的样子 真的是我的父亲吗 那如果他在那个地方 将来我也会去到那个地方 那我的光景也不是一样呢 所以他没有问这些东西的 他只有以现在 他能够感应到的 梦到的 接触到的 还有 有一位神仙或者怎样大师 给他的一些见解 然后能够捆绑住他的思想 整个他的人 他一生所做的 他的心里面甚至 亏欠而做的 对不对 很多的 有些人 另外 我们会知道 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东西 从小有一些病 父母亲把他带到寺庙去 寺庙就拜了菩萨 然后给他一些符水喝了 喝了之后 好了 所以我跟各位说 我主日会跟各位说 这些病好的东西 甚至有一些东西很争议性的 你们不要单单在教会里面 看我这个人就好起来 那个人按手祷告好起来 你要看什么灵带来的东西 你不要以为这嘴巴讲了 耶稣的名 这样给你按手 这个东西 有一些是下面带来更严重的结果 这个我主日才讲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 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接触到了灵界的一些方法 然后他好起来了 从那时候起 他要改教很难了 就是把他献给观音做孙 什么这些 之后 父母就说 你这一生不能改教 因为你有恩情 观音对你 你对他有恩情 对不对 所以从那时候起 他不得不要拜 因为这个宗教 然后他也不去多想 他的生死祸福 他死后的那个光景 所以没有想到 人的永恒性 他的灵魂 将来要怎么站在 那个审判活人死人的上帝面前 所以在这样的光景 我们就会知道 有这样的人 他遇到一个病痛 然后又得到一个得医治的经历 从这个很简单的 其实多多的天使能够给的东西 能够绑住他跟他的家人的灵魂 甚至一生的这样绑住 如果神没有介入的话 就是一生的被绑住的东西 因为人已经落入肉体的光景 只能解释眼镜干得到 肉体触摸得到的事情 你们了解吗 另外对有些人来说 你看他没有什么宗教性情 他说我又不信这个东西 所以鬼的捆绑 因为上帝造人实在是很多种 对不对 有些人种这个 有些人亲那个 这鬼也知道 有一些人 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是找医生的 他是不会找有些什么宗教人士 不会找牧师 也不会找和尚 不会找这 所以他是比较现实 我们讲座 对不对 就是看这个地上 相信科学 有现实的东西 除非真的来到很无助的光景 不然的话就相信这些 毕竟我们社会也越来越有学问的人 我们都发现 有这样的人 他是这样的 鬼也知道 绑住他的方法 用什么 不用宗教性的东西 用什么东西 用物质性的东西 用名誉 用成功 这些东西来捆绑他 所以有些人不信耶稣 为什么 不是其他的理由 你说耶稣好 耶稣爱你 耶稣给你永生 他说我不行 为什么 因为有一样东西 信你们耶稣 要把生命的一切的主权交给他 这个东西 他很困扰 他自己的那些名誉心 荣誉心 理想 报复 价值观 全部要拆毁 然后降服于基督 听从圣经所讲的 这个东西不行 如果你叫我去一下教会 得到人的祷告 或者有一些和尚 或者来帮助我 这样 我就坚钱给寺庙 给教会一点 我可以 没有问题 这个东西我做得到 但是你教我把整个生命的主权要给 这为什么 我不能 各位理解吗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恐怕 所以这个鬼的工作 包罗万象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魔鬼的仇敌是只有一个 就是上帝 他的工作是只有一个 就是不让人认识的独一的真神 所以他总动员 用宗教也好 学问也好 道德 有些孝心也好 物质 名誉 世界各种的学问 来叫人不信 一句话 不信 disbelief 不信那独一的真神 甚至为了这个东西 他会造出很多种神 来提供给人 人的需要 也叫人 对这个独一的真神 感到模糊 所以当你说 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真理 唯一的拯救 人马上心里面是抗拒 为什么唯一 唯一 为什么我要很多 为什么只有你讲唯一 唯一是很霸道的 很多才是对的 你要问 多是不是对的 如果上帝只有给一个方法 那一个是对的 你要讲一个 对不对 如果你的性情认为说 我要很多才是对的 那是你要的 并不是真正的事实 真正神所赐下的拯救 所以这个要很清楚 要认识 所以只有我再讲一遍 魔鬼的工作 叫人不信那独一的真神 不信的真正公义慈爱 也能拯救释放人的那位上帝 只有你不信 因为你信了 你就得释放 你信对了 你得解脱了 那么所以 因为这个的缘故 你会知道 很多的人 他们在被鬼捆绑的时候 你同时会看到 他们对神的抗拒 刚硬 那里面一听到 他的道理的时候 就疑惑 所以 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会寻找很多种世界 或者宗教给的解决法 但是不会来到 独一的神面前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一个人 或者一个家庭 是神拣选 神要拯救的 他在离开神 继续被魔鬼捆绑之下 这样生活 虽然看起来 暂时他有一些问题得解脱 但是这个不会长久 到有一天 神的时间到了 你会知道 他会重重的抽风 你们明白吗 什么重重 圣经会讲 重重的抽风 他会有一些 很严重的 有一些属灵的问题 会浮现出来 体现在 他的身上 或者他的家人身上 有这些的事情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今天的经文 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们主耶稣基督 曾经在地上服事 有几次接触到 这个邪灵的工作 实际的那个鬼 浮在人身上 然后体现出 他实际肉身上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主在地上的时候 他讲道 讲天国的道理 叫人悔改的时候 那为什么这些鬼的工作 有一些就出现了 因为这是告诉我们 第一 鬼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然后 他的工作是隐藏 但是在有一些情况 因为某一些的原因 没有办法隐藏了 甚至暴露出来 尤其是上帝 自己来到地上 这个真理来到的时候 谎言就被显露出来 真神出现的时候 鬼的工作就被触动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有这样赶鬼的事情 来告诉我们 这属灵世界里面的奥秘 叫我们基督徒 我们在地上 不要迷信 但是也要信对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迷信是不对的 你乱信 不知道什么东西都信 但是各位 真的要清楚 圣经讲的你要信 就是你感觉不到 因为你是现在 靠肉体情感的层面 但是你回到真理 真理把属灵世界的东西 讲清楚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好好地看 这处经文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九章 九章我们看到 这个例子出现 有一个被鬼扶的孩子 被他的父亲 带到门徒的面前 第十四节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 原来之前 耶稣在变化山上 现在他下来了 到了门徒那里 看见有许多人 围着他们 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 为什么辩论 他们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值得他们辩论的 所以众人一见耶稣 都胜稀奇 就跑上去问他安 肯定有事情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辩论 到底什么事情 人都是有问题出现 不能得解决的时候 很多的议论就出现 众人中间有一个回答说 夫子 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 他被哑巴鬼扶着 连他的名字都讲了 无论在哪里 鬼作弄他 把他摔倒 他就口中流没 咬牙切齿 身体哭干 所以身体的证兆也出来 主要是我们会知道 这个孩子 整个的心思 情感 意志已经都被拱绑 所以到一个地步 他做什么东西 是完全被鬼控制的 鬼通常不是这样困住人 这样的例子是少有 在圣经里面 鬼的工作是隐藏在人心中的 那个不信 刚硬 对独一真神的抵挡 那他是很聪明 很有科学头脑 很有宗教头脑 对不对 他是这样的情况 是一个非常的例子 一个特殊的例子 来主耶稣要显明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属灵的情况 也必定有一个背景 这个孩子从小就被捆绑 等一下你会读到 对不对 那到底 这个背后主要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父亲说 我请过你们门徒 把鬼赶出去 他们确实不能 所以我们知道 门徒赶不了 所以可见这些文士们 你们耶稣很厉害 你们是耶稣的门徒 为什么赶不了 一定是在那边议论这些话 对不对 然后耶稣说 就叹气 不信的世代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各位 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思想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看到鬼的工作了 对不对 甚至这个鬼的名字叫什么 圣经的出现叫 亚巴鬼 所以这个灵里面 被这样的鬼捆绑 然后实际上 他的肉身也不能讲话 我们也知道 所以写体现在他的肉身的情况 所以各位问 各位 这个灵界里面 你有没有贪心鬼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有贪心鬼 因为你看到很多贪心的人 赌博 买股票 要发横财 都知道贪心鬼 那不要叫他贪心鬼 就改一下 变成财神 你们明白吗 但是从什么 人里面贪心来的 这个世界 这个灵界里面 有没有淫乱鬼 淫乱 有 总是看色情的 有些人 有些女人 就是几个男人 一直跟他发生关系 然后每一次 跟男人亲密完之后 很内疚 但是过后 还是又要去找男人 你不知道他是缺乏爱呢 还是他什么问题呢 总是你知道 他的灵被捆绑 被淫乱的鬼 是淫乱的意念 淫乱的那种性情 一直控制他 使他做这样的事情 各位会了解吗 教会还有什么鬼 教会里面有没有看到鬼 有没有受伤鬼 你怎么知道 有些人整天在教会受伤 有些人认识信主十多年 去了二十多间教会 去这个教会也受伤 去那个教会也受伤 没有哪一个牧师 能够牧养他的 总是一碰到人就受伤 要放进自己的情感 要融入一下 为什么你这样讲我 为什么你不听我 没有理解我 受伤 对不对 所以 他每次说是别人这样对我 但是原来他里面有一个受伤的灵 很容易叫他受伤的灵 很容易有会怀疑人的动机 怀疑人为什么这样对我 对 这个心灵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狗是没有受伤的 狗受伤是就肉体受伤 脚一拐一拐的 但是只有人有这样的受伤 很奇妙的东西 所以我要讲的东西 灵里面被捆绑的东西 在整个肉身生活里面 是会被体现出来 所以鬼的工作是看不见 但却看得见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原来你看不到那只鬼 但是却是到一个地步 会体现出来 叫你看得见 尤其到什么地步 到一个人 整个人的心思情感 一直被捆绑的时候 这样的光景 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 他从小是为什么这样 是不是这个父亲的罪 还是有时跟这些邪灵的东西 无数的东西有关系 或者很多的因素 我们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谜 这个背景有一个谜 但是我们知道的一样东西就是 这个深深的捆绑 叫这个父亲 多年 我相信多年 一定找了很多很多人 很多的方法 可能他没有遇到对的人 或者他用错的方法 来解决孩子身上的问题 所以他跟孩子 都深深的被捆绑 孩子比较年幼 比较敏感 所以在他身上 就体现出来这些光景 这些是很多赶鬼的经历 你们要有的 这些是很神秘的东西 但是我们这里先不讲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门徒赶不出 这是一个长年累月的问题 所以鬼将他捆绑的紧紧 然后加上我们会知道 以弗所说六章十二节说 这个鬼的工作 就执政的掌权的 所以他们在权柄的层次上 有不同的 有一些是 就是直接给他赶就赶出来的 有一些赶上好几天都出来 有一些自己赶鬼的人 有一点问题 生命不洁净了 也赶不出的 各位 很多的因素 各位会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答案是什么 各位 现在答案是什么 把他带到耶稣这里来 阿们 把他带到耶稣这里来 各位我们知道 我们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要思想 有很多的人 把孩子带到耶稣 这里还是只有要解决孩子的问题 有很多关键的思想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只有把我的家人带到神面前 他精神有问题 或者他不听话 孩子不听话 不听劝 只有这样解决的话 这个表面的问题解决 灵里面 那个根源的东西没有解决 所以没有用 那个问题又会体现出来 这个鬼离开 那个鬼进来 对不对 这个哑巴鬼离开 等下贪心鬼进来 各位 各种的问题 所以人是只有一 看得到 触摸得到 没有回到真理来解决自己 最深层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这样 只有找办法 魔鬼是很乐意给人办法的 你有这个需要吗 我就给你 但是他是没有做亏本生意的 你一定要知道 没有做亏本生意的 他绑住你这个地方 你叫我得释放的另外一个地方 更深的绑住你 各位 这是 所以人真正的问题是不信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经文 他们带这个孩子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耶稣第一句话 不信的时代 他讲谁不信 他讲谁不信 有三种的不信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第一种不信是 最糟糕 最严重的不信 是谁 就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不信 文士法利赛人 看到这个父亲 带着背鬼服的 他们没有伸手帮助他 反而看门徒能做什么 对不对 你看赶不住了 在那边很乐意 很开心 然后一直跟他们辩护 你看你们的施工 你们的 你们的这位所谓的耶稣 没有用 对 所以我们会知道 很严重的不信 有这样的人 另外一个不信 我们会知道是谁的不信 就是他父亲 这孩子的父亲 他只有无助 只有痛苦 可能找了很多方法 没有办法 所以他的不信 我们会知道 然后还有第三 信心不够的 谁 门徒 所以的确 门徒这个时候 没有办法把这个鬼赶出来 那么现在 我们的主 怎么做呢 把孩子带到这里来的时候 第二十节 他们就带了他来 他一见耶稣 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 倒在地上 翻来覆去 口中流没 各位 当然 这个鬼看见这独一的真神 知道他很快要被赶出去的 现在尽量要造成最大的破坏 才离开 对不对 鬼 邪恶的灵都是这样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破坏是不长久的 所以我跟各位说 我们不要被问题惊吓 有时候各位真的来了教会 回家的时候 哇 更多问题 带着家人 孩子来教会 回家都是吵架 在路上一半就吵架了 这奇怪啊 来了教会 就吵架啊 各位 是不是来了教会不好 你要知道 不是来了教会才吵架 你们天天都在吵架 只是现在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鬼跟被激动 吵得更厉害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问题是不长久的 所以你要坚持到底 不要被谎言欺骗 所以鬼是重重的抽风 对不对 一定会有的 但是你来到真理的面前 无论怎样黑暗 有一天是光照的时候 黑是黑暗离开的 你来到真神的面前 无论鬼怎么厉害 没有一个鬼能够胜过上帝 对不对 他们也是堕落的天使 就上帝造的 上帝最了解他们的心情 他们最怕什么 他们不能什么 其实上帝都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这位上帝 他怎么做 所以我们一起继续看 第21节 耶稣向父亲说 他得病 这病有多少日子呢 其实问一下他的背景 让他自己知道 其实当然主早就知道了 他回答说 从小的时候 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 水里要灭他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这个鬼 真的要灭杀这个孩子 对不对 但是谁知道 为什么孩子没有死 从小就把他扔在水里 火里 父亲没有看到 他跳进去水里面 怕都不能把他救起来 你做什么 你孩子这样的话 怕得不得了 对不对 但是又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那为什么没有死 到现在 为什么呢 对了 因为神不许可 因为神不许可 所以神许可 那个问题 是为了要 父亲 连孩子一起带到神的面前 让他们真正认识神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知道的 这个东西就是 有时候我们孩子 很多的问题 神是要自杀 家人要自杀 这些东西 为什么没有死 到现在 因为要拯救他 你不要一直放在 有些意念上 糟糕糕糕 有一天死了 有一天完蛋了 这个东西 与其你一直怕 这个东西 失去信心 你不如把它 带到主的面前 真正的认识 这位上帝 不是只有 他的什么精神病 什么东西 得解决 不是这个东西而已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然后第23节 这里说 我们看 22节 23节 耶稣对他说 因为他说什么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其实主耶稣 原文不是这样 因为原文是 主耶稣回答 他说 你能做什么的话 If you can 然后主耶稣问 What do you mean if you can 我若能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对不对 讲这句话 然后孩子的父亲 历史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各位注意听这句话 这句话告诉我们 父亲信了 开始信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之前是 他说 你若能 帮帮我们吧 其实这个是不信 很多人去教会是 牧师 你们的神能帮助我们 帮助我的话 帮帮吧 其实这是不信 你这样的来到神面前 不会解决的 你帮帮吧 然后这样你走了 一样的 所以你若能行 有哪一个 你若能行 你的生命 跟这位生命的源头 连接起来了 还有哪个鬼 能够占据你的生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神凡事都能 没有一个鬼 能够比这位上帝更大的 然后他就说什么 我信 但我信心不足 求主帮助 各位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信了之后 他才会发现自己的信心不足 很大的不足 你还没信的时候 你根本连你有没有信心 你都不知道 你只求帮助我吧 可以的话 我就相信你 这不叫信 你真信了 真懊悔了 你才知道 你的信心是多么小 你多么需要这位上帝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奥秘 所以很多人有信心 以为是什么 伟大的信心 很大的信心 来 我能够为人按手 祷告 做什么 我有信心 不是这个东西 我再讲一遍 你真信了 你才发现你的信心多小 多小 所以你不断的要来到主的面前 要读经 要祷告 要追求祂 对不对 然后从这里 我们会知道一件事情 上帝借着这个事情 祂要什么 不但要医治这个孩子 祂要得着这个父亲 所以你若为你的家人担心 牧师他们活在罪中 那你要切实的来到神的面前 不要只有找方法 你要找上帝 第二十五节 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 就斥着那乌鬼说 你这聋哑的鬼 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 再不要进去 各位这句话很重要 再不要进去 换句话说 今天祂的生命里面 有了主人了 不然的话 等一下七个鬼又会进去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今天如果神真的解决你的问题的话 神是解决那个问题的根源 不会只有把你的问题的表面拿走 所以为什么在基督的信仰里面 一个真信的人 是把他生命的主权 一切的一切交给主 虽然过后你可能做不到 做不到 对不对 但是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了 你能够被对付 你能够继续被炼净 被成圣 你不是只有这个东西 我需要上帝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 我自己来 绝对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鬼没有真实 离开一个人的身上 他以为他来了教会 做了节制祷告 好像开始好了一点 他回去了 有另外一个问题来 信耶稣没有用 其实他从来没有信 他的信是自己发明出来的 自己选择出来的 我这个东西 信上帝 另外一个东西 我自己来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为什么你们家庭的问题 没有解决 你们身上的问题 心灵的问题 一直没有解决 这个的问题 鬼的工作来的 所以讲得清清楚楚 真正的一只泥 再也没有鬼能够进去 虽然鬼在来骄扰你 但是你知道 你要怎么抵挡他 你知道你怎么 一降服于主 他就走的 你怎么命令他 他就离开的 你们明白吗 再也不能进去了 这是很重要的话 然后我读完他 那鬼喊叫 对不对 使孩子大大的 抽了一阵风 26就出来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般 以致众人多半说 他是死了 所以被捆绑这么久的人 就是邪灵脱离他的时候 整个的光景 你看 但是原来他不是死 耶稣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他就站起来了 耶稣进了屋子 门徒就暗暗的问他说 如果是我 我也会问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 这句话 耶稣说 非用祷告 其实原文是 非用禁食与祷告 这一类的鬼 总不能出来 各位 为什么门徒赶不出呢 主说 非用禁食与祷告 所以很多人说 我禁食与祷告 就有这个权柄力量 我给上帝 这个很敬钱的那种 禁食祷告 上帝就帮我赶鬼 确实不是 为什么一定要 非用禁钱祷告呢 各位 因为主要强调的是 你们的心 没有连接于我的心 所以我的能力 你们用不到 我的权柄 你们用不到 所以当你禁食祷告 不是单单一个 敬钱的举动而已 你被带到一个 完全谦卑的地步 你这个器皿是 让神来使用 做神教你做的事 那时候 你的身上的权柄是最大的 这个鬼才能被赶出去 你们了解吗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赶鬼赶不出 讲道讲不好 侍奉做不好 过后你怎样 过后就在那边 失望 就是灰心 这个就告诉你说 刚刚你做的是 靠你自己的力量做的 所以你做的 好像没有什么果效的时候 你就在那边 失望灰心 对不对 如果你是 完全被上帝使用 以基督的心为心 做主教你做的 你干嘛要灰心失望 你做了 侍奉了 祷告了 神自己会成就 祂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你发现吗 为什么连自己身上的鬼 都赶不出 不要讲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的忧愁鬼 什么受伤 都赶不出 连自己本身 很多时候赶不出 因为你都是在为自己 为自己做 要自己的一个名誉 要自己有力量 自己有恩赐 没有 我跟各位说 连我们做牧师的 我们知道 我们的权柄是来自主 我今天没有看到 主的恩惠 仰望主 我自己像肉体一样 也是很软弱的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做牧者的人 我们最亲 起码我们知道这个原理 我现在很清楚的这样讲了 你们要知道 不是你找这个大牧师 那个什么牧师 就能解决你的问题的 如果你家人 自己有这个问题 你自己怎么样的 进食祷告 你要以主心连心 得着主的心意 不是要为自己 也不是要为自己 家人暂时 那个问题解决而已 真的要做 合乎你的心意 把家人带到你的面前 那时候你最有权柄 你为你家人的祷告 必要成就 阿们 所以成就的意思就是 他们身上的 有一些重重的抽风 完之后 你发现 有一个时间表度过了 有一些很坚固的营垒 很刚硬的一些问题 而且家里面 常常很容易纷争 吵闹 忽然间 没有了 那就是你已经懂得 什么叫用到主的权柄 各位 所以这些奥秘 属灵的奥秘 我今天已经讲了 我一次这样讲 你们肯定不能完全掌握得到 所以你们可能要重听 然后等一下要确认一下 小主都是要确认 好不好 属灵跟实际的东西 要结合在一起来确认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祢 今天早上 祢用祢的道来光照我们 特别在这黑暗的时代 人分不清黑暗和光明 分不清左和右 人在痛苦里面 继续自己寻找办法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主赐下救恩 祢是能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 只有借着祢 人能够到父那里 借着祢 人的生命能够得救 也得解脱 主 今天我们知道 我们弟兄姐妹 肯定生命里面 带着很多很多的问题 或者很多自己 或者自己所爱的人 身上的有些问题 就疑惑着 但愿主今天借着祢的道 能够光照我们 使我们明白 使我们知道 只有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所以求主赐给我们 真正的信心 来寻求信从祢 就帮助我们 我们等一下的时间 求主也带领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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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